1月18日电影频道官微发出一道采访张子怡的视频 日前在张子怡的独家采访中 她透露宝贝女儿醒星已经能唱一首完整歌曲 并且对唱歌有着浓厚的兴趣 想必有着父母强大艺术基因的醒星 未来成为影视歌三星明星也是有可能的 张子怡和汪峰的家庭生活始终都是媒体粉丝们的关注点 张子怡在采访中表示 现在的重心还是放在陪伴醒星上 为醒星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从这句话中也看出了张子怡作为母亲的自豪感 陪醒星最重要 哎呀大部分时间都在陪她 我的天啊我们家醒醒 对但是我觉得很值得陪她 张子怡在采访中也表示醒星已经有唱歌天赋了 在去汪峰工作室的时候 醒星一直拿着爸爸汪峰的麦克风使劲地唱 张子怡也自信表示醒星有这个基因 她还分享了在陪醒星睡午觉的时候 醒星一个人在床上唱嗨了 完整地唱完一首歌 你以后会让她走你这条路吗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家 醒醒去爸爸的那个工作室 爸爸跑过来跟我说 她拿着我的麦克风使劲在那唱 唱歌天赋已经发现了 对我有一天陪她睡午觉 我已经睡着了 然后就是在懵懵懂懂的时候 我听到她把一首完整歌唱下来了 然后我就在那我就没打扰她 她就自己在床上晃来晃去的 她也不睡 然后唱完一首歌 呀我好惊讶 完整了一首歌 歌词一点醋都没有 就自己就唱完了 天哪 我觉得显星以后 未来就真的是一个影视歌 三七明星 我觉得她身上绝对有这个基因 但是你也不知道 因为太辛苦了 太苦了 你已经懂太多 所以也希望她能够快乐成长 对 随她吧 她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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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